Hello 大家好 我是Tan 欢迎来到开箱时间 那今天咱们要开时装鞋 好久没有开这么多鞋了 因为好久没有做开箱时间了 所以我手都堆了好多好多鞋 有些是品牌送过来的 有些是我自己买的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其实包括了特别特别多种类的鞋 包括什么实战篮球鞋啊 复古跑鞋啊 然后不同年代的 不同品牌的一些很老的鞋 不一定是很贵的鞋 但是是很老的鞋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最后 你将会看到很多 你从来没有见过的鞋 或者觉得说哇 这个鞋现在还能买得到吗 首先咱们先来开 阿里加斯送过来的两双篮球实战鞋 那这两双鞋其实有一双 我当然知道了 就是这个哈登6 那另外一双 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太了解过的 这双鞋叫做Exibit B 然后咱们先开这个啊 这个鞋其实我已经看过一眼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外观是相当相当的奇怪 倒是也不丑但是就是稍有点奇怪 实战过的朋友可以在底下分享你的实战感受 整个中底我看到用的是Lightstrike的泡棉 并没有用boost 整个外底其实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因为它不光是形状的问题啊 是它整个的这个上翻的面积是非常可观的 纹路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 感觉像是那种波浪型的纹路 但是这个上翻程度真的是可以啊 整个后跟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整个都是翻上去的 然后前掌内侧包到外侧 鞋面材质就是这种普通的编织材质 仔细看的话 我把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 会有一些亮亮的东西在里面 它用了一些亮线 除此之外整个鞋面其实它的设计 我觉得是比较混乱的 我只能用混乱来形容啊 就是我觉得有点这儿一下那儿一下 并没有一个特别顺畅的一个设计语言 为什么这么说啊 因为它上面做的这些热绒的部分 其实都感觉很突兀 或者说这个形状什么的都太过于随机了 包括在外侧这个部分 前掌的两侧 然后在后跟的部分还加了一个松紧袋的设计 然后在内侧它做了一个大大的三刀杠 那我觉得如果这个三刀杠放到外侧的话 可能会让这双鞋看起来更好看一些 接下来就是这双哈登6了 那我收到这个配色呢 是一个熊猫配色 就是一个黑白的配色 这个配色感觉哈登之前也是上脚穿过的 那我觉得这个配色看起来挺好的 非常非常适合实战 但是配置方面的话呢 感觉有点像以前老哈登的感觉 尤其是我看到内侧 它这一条boost 对吧 特别特别像哈登1 所以我觉得这个鞋 基本上就是一个哈登1的升级版 或者说哈登1的一个翻版 外侧的话也是完完全全包边设计的 外底纹路就是这种粗和细的人字纹 做的一个结合 所以也是完完全全一个安全的设定 这个鞋是不会出错的 但是的确是觉得有点太平庸了 然后鞋面的材质感觉有一点点 嗯 拉 因为它这种人造的这种假的几皮材质 摸起来的话就特别廉价 然后还是一样的 就鞋面的这种混乱的设计 我不知道这是Kinlink来到阿迪之后 刻意而为之的还是怎么样的 从哈登5开始 做这种各种什么不规则的圆形 然后椭圆形 什么在鞋面布满这种形状 看不出来它到底想要做什么设计 当然失望归失望 我还是非常希望阿里亚斯能够回到之前的巅峰时代 我们看到其实今年 我做了很多阿里亚斯视频 那一方面是因为品牌那边会陆续送给我一些鞋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我看到了阿里亚斯现在做复刻产品 很多东西是越做越好的 包括它对一些联名的把控 一些鞋型的选择 还有就是像阿里亚斯这一轮的复刻回归 我觉得都是在往一个好的方向去 希望他们的性能产品能够跟上这个步伐 能够在明年后年有更好的一些发展和变化 然后Kinlink大哥求你了 对吧我知道你有实力 能不能用点新设计 能不能做点更好的东西出来 接下来这双鞋依旧还是双韦德之道9 但这个鞋其实到了很久了 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开 那今天放在一起开 首先韦德之道9在我的频道里面已经出现太多次了 所以我这边就不多说了 给大家简单看一下就行了 然后这个配色 是吧 竹灰这个配色应该是8代没有做 然后9代又做回来了 我觉得还是挺有新意的 作为最后的一个收官配色也是非常恰当的 然后整体大家看这个颜色和观感和这个鞋型 像不像一瓶香槟 就像是一瓶香槟一样 这个做的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但是我知道大家都看腻了 想看韦德之道10 所以这边就不给大家多看了 韦德之道10的视频希望能够尽早的拍出来 接下来这双鞋是Rowing Wild送过来的 一双德逊鞋 好像是德逊鞋 也是到了一段时间了 我一直没有机会做开箱 然后打开给大家看一眼 但是这个尺码我感觉应该是寄小的 它寄了一个43的过来 所以我应该是穿不了的 里面附了一个手鞋的卡片 我特别喜欢这种手鞋的卡片 我觉得很有诚意 鞋的话其实看起来还不错 就是很基础的这种德逊鞋款 然后这个鞋名应该叫做什么Trainer01 然后整个鞋面的材质和颜色搭配 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可能会在之后不管是直播 还是在群里面把这些鞋抽掉给大家 所以喜欢的朋友 想要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之后如果在直播间的话 可以有机会把它送出去 接下来就是我自己买的鞋了 首先第一双是一个Nike DUNK高帮 然后这个鞋其实是跟Fragment Design的联名 是一个东京的配色 其实它跟北京的配色基本上差不太多 就是把紫色变成了一个深蓝色 除此之外因为这一次的复刻回来 不管是新配色旧配色都不是一个拼色的设计 就不是那种我的那种设计 所以说我自己还挺喜欢的 我觉得挺好穿的这个颜色 不是什么特别的鞋 也不是什么多么鲜亮的鞋 这个就是我自己买来平时穿的 现在整体蛋壳的价格都在疯狂下降了 尤其是高帮的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价格了 基本上都是原价一下 所以说喜欢的朋友可以在这个时候买来穿一穿 像我现在就是可以买很便宜的蛋壳 很好的配色来穿 接下来这双鞋也是来自Nike 这是一双普通的Air Force One的盒子 都不是P级的 最普通的Air Force One的盒子 然后这双鞋其实是KIT当年 在日本开门店的时候的 一个日本限定的Air Force One 其实我老早就想买这个鞋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价格 直到有一天我在逛Yahoo拍卖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个价格比较不错的 然后也是全新的 我就把它买了 为什么价格不错 一方面是因为现在日元真的贬得很厉害 所以我觉得特别值得去Yahoo拍卖去淘淘鞋 另外一方面就是这双鞋 其实整体在日本的话 价格还是要比我们这边要便宜很多的 因为毕竟是日本发售的 而且在日本当时也不是说那么限量了 看起来的话 这个配色其实做的也是挺漂亮的 我自己其实会更喜欢夏威夷那个配色 但是夏威夷那个配色 其实现在价格有点水涨船高了 曾经便宜的时候我也没有买 所以有点可惜 但是这个配色也不错 我觉得比巴黎那个门店限定还是要好看一些的 整体其实是一双非常简洁的设计 可以看到在这个钩的周围有KID的压纹 然后前面有一个小钩的瓷绣 然后整个内衬的话是这种绒面的内衬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 然后中底是做旧的中底 然后这双鞋的话 其实卖家他是给配了一个他自己的这种黄色的鞋带 这个不是原配的 然后原配鞋带他放在里面了 拿在手里面的话 我反而觉得这个黄鞋带还挺有味道的 比他原配那个白鞋带要好看一些 所以我就打算这么用 接下来这双鞋就有意思了 这是一个老的亚瑟士盒子 这是A6J-Li3 然后这个也是代表哥出过的一个联名配色 这个配色叫做薄荷绿配色 就是Mint 然后这双鞋是我在eBay上拍到的 就还挺便宜 大家看到这边还有一个eBay的Tag 我还没有来得及摘 然后这个配色其实整体看起来是非常好看的 就很清新 我自己挺喜欢绿色鞋的 大家发现了吗 我挺喜欢绿色鞋的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这个鞋其实价格买得好像很便宜 我记得比全新的反正是要便宜很多很多 我觉得状况还不错 图片上看状况挺好的 拿在手里面之后发现 其实并没有图片上看起来状况那么好 但是也OK 大概是一个八成新左右的一个状态 完全可以穿 而且还有很长很长的寿命 所以我自己还是比较欣慰的 尤其是绿色和灰色放在一起 这个想法就蛮不错的 配这个灰色鞋带 因为本身我记得这双鞋配了绿色鞋带了 对 你看这有一个绿色鞋带 然后还有白色鞋带 但是灰色鞋带的确是这双鞋上面 我觉得最搭的一个搭配 接下来这双鞋是索康尼和NCLOSING的一个联名 这双鞋如果大家看侧面的话 感觉是不是很熟悉 我之前在索康尼有一期视频里有讲过这双鞋 就是美食的那双鞋里面 这个是索康尼历史上可能是比较有名的几个联名之一 是双Shadow 5000 这双鞋是跟NCLOSING做的一个以汉堡配色为灵感的Shadow 5000 然后这双鞋我终于在一个我能够愿意下手的价格把它买到了 因为全新的价格真的有点太高了 然后这双鞋的话几乎全新 就感觉应该只穿过一次 超级超级新 我真的是觉得这个鞋简直是太帅了 太顶了 太顶了 决定了 今年中午就吃汉堡包了 就为了这双鞋的开箱 我也得再点个汉堡吃 我是真的要减肥的 你们不要小 细节方面整个鞋身的颜色就是一个汉堡的颜色是吧 肉的颜色 菜的颜色 面包的颜色 然后整个鞋舌大家可以看到 简直是太棒了 这个联名简直是太无敌了 太无敌了 两个鞋带可以看到上面写着BBQ 然后这个写的是mail 其实就是两个酱 但是里面是两副鞋带 包括这个衬纸也都是这种包汉堡的包装纸 所以真的是太细节了这双鞋 接下来这双鞋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鞋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我很早以前做过一期 纽磅1400和SUPERTEAM33的联名 那一双是一个水 是一个元素package 元素pack当年是亚太团队做的一个配色 这个配色 我手里拿的这个配色 其实是当年日本团队做的一个配色 然后是一个魔鬼鱼的配色 先看这个盒子 这个盒子其实就是标准的 ST33当年出1400一套的盒子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这个已经被压塌了 但是鞋还是完好无损的 而且这个鞋是全新的 价格其实也挺便宜的 因为其实整个这一套 当年就卖不太懂 所以说价格并不算是很高 但是SUPERTEAM33的东西都是精品 大家看这个盒子背面 有这个魔鬼鱼的图片 当当当当 没错了 就是这双 这个配色 其实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魔鬼鱼是整个一个套装 我自己是最喜欢的是这个配色 然后这双鞋其实虽然全新的 但是中底它其实已经开始发黄了 大家看到中底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发黄了 但是没关系 依旧还是非常非常帅气的 细节方面大家可以看到 它材料用的是很多样的 包括前面这个格子布的设计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在不同的配色上 它所展现出来的性格也是完全不同的 然后配合比较深蓝色的这么一个鸡皮 在旁边 那这些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整个后跟 这个后跟 传说是真正的魔鬼鱼皮做的 当然这是传说 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质感 整个后跟的质感还是相当可以的 大家看 还有一个比较奢华的设计 就跟刚刚那双Key ZR Full Sun是一样的 是这种绒布的设计 这个绒布的内衬 其实当年Super Team 33做的那一套东西 整体来说都是非常非常讲究考究的 只不过颜色方面 我觉得当年可能很多人难接受 因为的确是有些太花哨了 这一套算是难得的 比较低调内敛的配色设计了 但是其他的其实都是比较花哨一点的 我自己其实都挺喜欢的 但是当年可能我觉得并没有那么多人能够去接受吧 所以Super Team 33也没做太多系列 之后又做了一个998的系列 然后基本上就结束了 所以今天也是借着这双鞋来致敬一下当年疯狂的年代 那个年代可能也回不去了 但是现在这个年代可能纽伴斯会更喜欢一点 最后咱们来开这个萨洛蒙的盒子 很明显这是一个联名的盒子 然后这双鞋也是最近大热的 XT4和Hidden NY的联名 这双鞋其实之前我在节目里面聊过了 然后我自己其实挺喜欢的 刨除掉这些联名的属性 我觉得它依旧是一双好鞋 炒卖价当然不值 但是发售价的话 我就是非常非常值得买的一双鞋 整体的配色 其实就是Hidden NY这个绿色点缀为主 这是最明显的一个颜色 然后这个绿色我觉得用的很漂亮 后盔有它们的logo 然后整个鞋面的话 是这种米白色的鞋面 仔细看在热压的部分 依旧还是有XT4上面 非常招牌的这种碳纤维的纹路 然后整个鞋舌内衬全部都是棕色 这个棕色配的很绝 我觉得跟整个鞋面 包括这个绿色都很搭 然后中底的泡棉我摸了一下 我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我自己的错觉吗 感觉怎么软了这么多呢 跟我之前穿的XT4的脚感 好像不太一样 也许是我的错觉 也许是这次联名真的做改动了 也许是最近批次的XT4都做改动了 因为我很久没有买新的XT4了 所以我自己不太了解 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底下做一些补充 但是上脚之后 我真的觉得舒适度 好像比原来好了不少 除了之外其实没什么可说的 就是很简洁很干净的一双鞋 国内的话好像已经发售了是不是 所以说买到的朋友也可以分享你们的入手心得 你们觉得这双鞋怎么样 以上就是今天开箱的所有内容了 一共开了10双鞋 我自己开的是挺爽的 给我开饿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今天的视频 也希望你把你最喜欢的鞋带公屏上 看看大家最喜欢的鞋是哪双 我自己最喜欢的 我觉得几乎没有意外 也不是没有意外吧 就是我比较喜欢的 应该还是纽伴C1400那双 SUPERTEAM33的 我觉得那双鞋还是挺漂亮 尤其是那个后跟 做的真的是相当相当帅了 再次感谢大家能够看到最后 希望你们能够多多支持这个频道 如果看到最后千万不要忘了 帮我靠个1 我是TEN 咱们下期见 拜拜